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蜜蜜蜜公布忙 太阳连山 听医生说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是每一位拜日11点到12点报出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各位空中的朋友 今天丹英医师请出 要来跟大家报告和分享 台湾的这个蜜蜂的医疗 就是说蜜蜂地区 我们台湾有很多交通不方便的所在 山地 或是这个蜜蜂地区 甚至里头 这个片蜈蜂 还是说 我们这个蓝鱼 绿岛 金蜂 马祖 这里头 还是算都偏向 就是说交通较不方便 交通较不方便 主人就是医疗主缘较不 欠贵便衣 甚至无医生 还是无福利人缘 所以那些民众 他们立场的医疗的照顾 就记得很久 所以这部分 医疗主缘不够 但是不能说 住在那些人的生命健康 就没有要紧 对不对 所以别别 我们要感谢 是说 愿意去这种偏向 偏向地区 做医疗工作的这些人 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 大大的庆庆 标识感恩 甚至要给他们笑脸 台湾在偏向医疗的历史 过去都没人经历 没人主意 我们最近 我有一个团体叫做 台乘文教基金会 我们这是一顿医生 组织的基金会 我们很重视 台湾医疗的历史 的经历 过去我已经有 涉过这个台湾医疗的人物 涉过228个 我们有出版这个台湾火力 发展的历史 今天我别别想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偏向医疗 这个偏向医疗 我们有出一本写 台湾偏向医疗检史 这里面分归的大部分 我一定会一一给大家介绍 别别这里面 一个陈顺胜教授 我想大家对陈顺胜教授的名字 可能多少没听过 他是长庚 本来荣誉副院长 现在退休 80岁了 但是他还在偏向贡献 他的医疗的专业 他知道说 这个厂家 卫生所没有医生 他就自然去架仙 他现在还在架仙的卫生所 在看别人 而且他现在跟我们调避一个偏向医疗史的展览 这是在六月初二日 六月二日 要开始在我们这个台乘文教基金会的 这个台湾医疗故事馆 在那儿要来专村 在高雄市中华三楼七号八楼 刚才在这个中央公園旁边 那儿有一个捐学中心那栋大楼的楼顶的八楼 反映听众朋友 如果对这个偏向医疗 偏往地区的医疗有关心的人 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电影 也可以在那儿看这本厕 我稍微跟大家介绍 这台队 陈孙胜教授有三两种 一种是什么 是原住民的医疗 我们就知道 躲在这个山地 这个较平安的 甚至 兰嶼 也不是都原住民嘛 很多山地区也都原住民 所以他对这个原住民的医疗 有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介绍 我们都知道 其实原住民本来 他们是没有现在这个现代医疗 一些摄氏也好 还是说人材嘛 他们传统是无医 无医就是说他是用这个 做法术来地医 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 传统医疗 民俗医疗里面 有像说当机 会跟他看病 还是说这个 你去苗林 叫 签诗 这就是一种民俗医疗 这原住民也是同样 有他们的民俗医疗 这无医就是说 他改岁你拍拼的原因 可能是说你冒犯了什么鬼神 不就是说你得罪了祖灵 祖先的灵魂 不就是说去有什么 所以那个买的东西 恶灵 缠身 所以他就要做法术 就用你这些买的东西 跟他干燥 还是说 让这个祖灵 息怒 别想起 还是说求神 给你援助 做这个法术 后来也是给你吃一些 草油了 这是无医 不过总是 全世界都同样 就是说这个原住民族 随着这个社会进步 慢慢接触到 这个现代文明之后 这无医就渐渐走去 甚至到有的无医也很趣 他看你拍拼 他也会给你报告 你就要去对便宜就医 还是向对一个方向去找医生 这那个市场也有这个情形 还是说这个冬季也会给你报 所以这就是说 古早时代传统的这个民族医疗 渐渐也现代化 接触这个现代医疗 当然台湾的这个现代医疗 对清朝的最后那三十年 一半六五开始 西方的团教室 开始有这个医生的传教室来 这个现代医疗在台湾慢慢就生根 我们就都了解新老便宜 这个玛街便宜 中华基督教便宜 甚至到今天 家里基督教便宜 病毒基督教便宜 保理基督教便宜 门诺医院 华联罗东圣母医院 很多啦 差不多这个较偏向 都有很多高贵便宜在服务啦 所以高贵医疗 对台湾的偏向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先来说 一点原住民的医疗 怎么慢慢现代化 除了我说的这个西方的团教室 开始来台湾团教 设便宜呢 马亚国 他在南部地区也好 这个中纪的这个创始的这个 男医生 在中部 还是说妈家在北部 他们都会处理这个原住民 还是这个 贫樸族的部落 做巡回医疗 他们一边处理 两个月 一个月这样 都会带一些 一些信徒 做他们的祖手 去拜荒这些原住民的部落 或是白部族的部落 就順便跟他們看片 看片之後就唱唱歌 講道理 團福音 這就是在現代醫療打傳 在台灣社會的時候 傳告者 有醫生身份的醫療團隊 他們就開始很重視 這種偏鄉 還是原住民的部落 原住民的醫療傳道工作 這是可以說在教會的歷史上面 也都有很常識的記錄 日本人來後 我們知道日本人來 開始有用政府的力量 要去建設現代的醫療體系 包括公共衛生 團圓的控制 包括公益的制度 公立的便宜的設立 這個公益制度就是 由日本政府拼請 一開始就是拼請日本醫生 那時候台灣醫生還沒培養出來 日本人當然也設醫學校 開始培養台灣本地的醫學生 醫生 但是要沒培養前 他們就是對日本拼請日本醫生 派去平安地區服務 這叫公益 公益就是說 他是領日本政府的薪水 規定你要對一個地方看完這裡 限定醫 公益 這種這就是日本時代開始的 但是在日本時代 我想說要先介紹一個日本醫生 實在是真感心 特地我們尊敬和少量的一個 去跟我們住民醫療 做很大的抗議的醫生 這個醫生叫做緊尚醫之助 緊尚醫之助 緊尚醫之助 他的老爸 其實是一個日本上司的社員 這就是日本人 接著台灣後 有日本上司來台灣在採取長老 我們台灣過期長老是一個 很重要的輸出 一個經濟政府就對了 這都在山頂有這個長老宿 這個緊尚醫之助的爸爸 就是讓日本公司派來 台灣在採取長老的一個社員 結果沒想到說 那個時候 因為日本人在那兒 占領台灣不久 原住民還在反恐 所以原住民 看到這個日本人去採取長老 跟他沾頭 那時候叫出草 出草 所以緊尚醫之助的爸爸 去給原住民臺史 本來緊尚醫之助 他是在日本在採取新學院的一個學生 他聽到說 他爸爸去給台灣的原住民臺史 他很相信 但是他想說他是基督徒 他特新學院 生經跟是說我們就要仇敵 所以他很痛苦的情形 他向上帝基督 他說 讓我是不是可以替台灣的原住民 他要不要再來台人 他不要再來台人就對了 所以緊尚醫之助 總共去採取他 然後他跟日本政府請求說 他要來台灣的山區 照顧原住民 那個時候 總統府跟他說 這很危險 我們很多日本警察 要去讓原住民臺史 或是說這個雄射的人 也常常又在發生事故 你要來做醫生 很危險 但是緊尚醫之助堅持說 他就是要替他們爸爸報收 但是他的報收 是由替原住民服務來報收就對了 所以到時候 日本政府沒辦法 從派他對新的山區 進到泰雅族的部落 在那個地方 他開始來照顧原住民的健康 結果緊尚醫之助 在台灣30年的時間 我們到時候很多原住民 因為受到他的醫療的照顧 給他感動到 所以到時候很痛受他 但是他的犧牲奉獻很大 他有三個小孩 都死在我們台灣的山區 因為那時候我們台灣的山區 傳染病還很嚴重 沒有什麼現代醫療的設施 所以他三個小孩 都在台灣丟到傳染病 他自己救不回來 三個小孩都犧牲去 而且他的太太也就傳染病 他自己也死 都送回去日本救醫 好家在他沒死 他再回來台灣繼續服務 最後一回給我們感動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最后一遍翻控日本政府 最出名的事件就是物色事件 我們都沒打過物色事件 物色事件那次 這個泰雅族裡面的這個塞德克 塞德克族 翻控日本的檢察 所以台西很多日本檢察 結果日本政府為了要報告 就調動軍隊 廣東這個泰雅族的部落 在武修 這個泰雅族的戰術 去由日本軍保衛 用大袍龍 到後來又用飛機 用毒瓦斯 整個差不多要滅走去了 所以到後來 這些泰雅族的戰術 集體自殺 這也很壯烈 這原住民 香港不贏了 他不敢往導航 所以集體自殺 這是風洞全世界的一個 物色事件 問題是 這些戰術阻殺後 的故事還沒刷 因為是怎樣 村下來都老奴富 要怎樣 日本政府那時候想說 你這次 這樣 這麼犯狂 這不跟你別逐不行 但是呢 男朋友都死了 你還要帶老人 小孩也帶不下去 所以就把牽牽村 把這些老人和小孩 牽去那裡 跟沖山裡面 又比較沒有米湯吃 又團圈比較嚴重的地方 其實日本政府可能想說 要讓他們從住人要招去 沒想到這個井上一直住 他是日本人 那時候是日本政府 但是他聽受台灣的原住民 他從對這些物色事件 所流入來 沒死的這些老老父子 做那些牽去 還比較沖山裡面的部落 去照顧這些原住民的健康就對了 這些老人 這些孩子 這樣 把這個祖國保存下來 所以井上一直住 他到要死的時候 泰雅族的原住民 在他的夢背上面 用泰雅語 寫一句說 這個人的一生 是上帝的編織 就是說 這個人的一生 好像是一百度就對了 是原住民 很尊敬的一個日本人 這就是井上一直住 和台灣我們住民的一段故事 我想大家聽起來很感動 我們來進一段音樂 我又繼續來跟大家報告 這裡的人不多 但是笑聲不會傻 這裡的米很香 而且吃了不會辣 喜歡慢慢走 呼吸大地的味道 曬太陽的狗狗 也對我唯一唯笑 聽哥哥彈吉他 大聲唱著普悠馬 賣便室的阿姨 會叫我共哈法 大聲 頭前騎天賣 講台語是我們隔壁 賣饅頭的伯伯 從山東來的辣 好山好水好人家 microphone 北橋 齊人 lib changed vom cit 外山 興奮 也別調 頁閒 아니면 我喜歡 你呢 記得 濱 不 留意 後欖 不 側 水好人家 倩散苏西沟湖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 只要小鸟亲王 有温度的泥土 会开出美丽的花 这里的人不多 但是笑声不会少 这里的米很香 而且吃了不会老 喜欢慢慢走 呼吸大地的味道 晒太阳的狗狗 也对我微微笑 听哥哥弹吉他 大声唱着普游马 买便时的爱语 会叫我说哈法 头前聴天北 说台语是阮阶边 买馒头的北北 从山东来的啦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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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山好水 好人家 清风斜阳 半晚霞 这里没有都市繁华 只有稻米西瓜 孩子们一样会长大 孩子们一样会长大 好山好水好人家 村姑娘真菜 修行ицia 桃 这里没有高楼的山 只要小鸟 青蛙 有温度的泥土 会开出美丽的花 这里的人不多 但是小生不会傻 欢迎各位订阅 听医生说看这个节目 我是丹英兄医生 今天要跟空中的朋友分享 我们台湾的偏乡医疗 就是偏遠地区的医疗 过去有很多感动人的故事 有很多奉献一世人 在台湾没人要去的地方 在那里做医疗工作 特地我们尊敬的人 我感觉这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这些很厉害的医疗人物的故事 刚才说到日本人的仅尚一直住 我们现在说战后 日本人的时代当然 有很多厌的通敌 但是也保佣很多奔透的医生 也有实施公益的制度 也有建设很多公家的便宜 改善台湾的公共卫生 所以这还是有贡献 当然 到日出前后 国民政府来医后 对这个偏向的医疗 和这个原住民的医疗 其实其实很困难 但是多少也有做一些事情 别别是台湾第一个医学博士 这个度聪明 我们知道日本时代台湾人 第一个医学博士度聪明 他就日本时代已经做 总统府医学校 台北医专 中国台湾医学部的教授 为了一个台湾人的教授 这后 他当然就变成台大医学院 第一任的议党 这因为日本教授都走了 日本时代好像度聪明是 教授台湾人 村子部 所以他就是第一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 后来度聪明 对台大理解后 他就是来设高雄医学院 台湾第一厅 输立的医学院 他设高雄医学院的时候 他就很关心原住民的医疗 所以 他跟那时候的省政府建议 说因为我们这个医学院 如果经过联科 教授 实际上 原住民的学生都考不到 所以原住民就没医生 这样没用 所以他那时候 把省政府建议是说 应该设这个 山地医生的专修班 就是说 专门让原住民 打下来 让这个山地 还是理岛的学生 公肥来设施 以后让他们回去 他们的高雄服务 这个办法就是 专门要背拥原住民的 偏远地区的医生 所以他们不用经过联科 他们是另外就生 后来省政府有准 所以高雄医学院 在1958 民国47年 之前 到民国48年 这两年 就委托高雄 来设这个山地医师专修班 那时候就是 土聪明在做高雄医学院 这就是第一倍原住民的 学生 可以来设医学院 统统 背拥两次 第一边七十个 第二边 有了接近七十个 后来 统统 背拥百几个医生出来 这些人 服务要10年 比起来要回去服务10年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在这个50年代 1950年代到60年代 高雄医是第一倍 用原住民医师的医学院 当然那时候台大医学院 不可能让原住民踏了 台大医学院 大家考到要死就考不进 那时候 年库第一季官 所以那时候用高雄 设这个专修班 那后 当然 台北医学院也有设 所以这是政府 为了要针到原住民的医疗人员 所做的事情 那后当然不再设专修班 但是 就是为了要鼓励 这个偏远地区 还是说原住民 的这个学生 来陪他们 所以就用加分的制度 就是说你 有了参加年库 但是加分 加分后 你能够去看你的分数告对 就分发去对一间学校 设计都可以 这就是政府 他就要提升 这个偏远地区 还是这个原住民 这个偏乡的医疗 后来没有判定 只有原住民 就是说 离岛 不可以 所以后来就是说 你若是偏偶的学生 金融的学生 妈祖 南与绿岛 这种的离岛的学生 也可以适用这种 加分的办法 培养工费 工费生 工费 设计后 回去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种 就是说 要照顾 这个偏乡地区 还是这个 科目医疗主员的 理导的 这个 医疗健康的照顾 有一种 就是说 政府 鼓励 这个巡回医疗的计划 这个巡回医疗的计划 由 在偏乡地区的 卫生局 还是卫生所 来做 这个巡回医疗 政府 没做这个设备 还是经费 而且就是 鼓励 大便宜 比如说 台大医院 荣总 高兵医院 长庚医院 还是说 这个 陈大医院 这些医学中心 去任养 这个偏乡地区的医疗 委托这个 教学便宜 大便宜 去帮忙 这个离岛的卫生所 还是偏乡的卫生所 职农民 也训练 要的 工作人员 提供这个 远距医疗的设备 我们现在 很多这个远距医疗 就是说 你在那边 和X国 就能传送 回医学中心 医学中心的医生 就能帮你判读 看这是什么问题 你用电话讨论 甚至线上教学 还是说 教你怎么处理 这就是说 要加工这个偏远地区的民众 这个健康的服务的时候 政府有开始 在这方面 来做很多 这个要改善的办法 总是 无论你想什么办法 其实 要去偏乡服务的人 总是 没有座 白白 我们刚才说 像说 设这个 专修班 还是说 原住民 他回到 高雄学部 十年后 有的留下来 继续在那儿 学部 但是有的 他就搬来 土地医 学部十年 比如说 他四十几岁而已 他总是想说 我小孩的教育 我 土地生活 比较方便 甚至说 他如果要学 更多东西 他也再来 土地的便宜 吃透露 所以就离开 偏乡 所以这个 偏乡的医疗 人才 要如何把他 留下来 这也是一个 最后 要 有好的制度 要如何来 想一个 好的办法 如果不说起来 也是会 流失去 也是会 流失去 所以 如果说 那种 继续 还要留下来 实在说起来 都是很特地 我们尊敬的 现在再来说 就是 除了政府的 努力以外 即使 教育的医疗 我们刚才有说 就是 在日本政府 没来以前 国民政府 没来以前 即使 欧洲 还是说世界各国的医疗 来台湾 要团党 团教师的医疗 活力人员 就已经有做很多贡献 别别 二处前后 就是说 有很多世界 不管 我们基督教 天主教的团体 再来台湾 设计很多 偏向的便宜 这点 我们也是要 把它团定 比如说 这个 华联 就是这个 门诺医院 这是美国的 门诺会 在194万年 我这个 建后 抵抗来 他们是开始 用这个 三地巡回医疗团 这都美国 医生 给你人员 来华联 专门去 原住民的 所在服务 那时候 交通 很不方便 他们就是 用 卡车 美国的 军用卡车 在美国的 有品 罐头 五年粉 这样 去到 这个 增加 看边 还改善 原住民的健康 所以 去看边 就喝酒 就给他们 保际品 衣服 有的 没有 给他们 拿回去 然后 开设 梦境 在法联区 然后 设 文后议员 这是第一人 的 院長 博多兰 Dr. Brown 这是一个 美国医生 他在 法联 国务 到七十几岁 退医院 他要回去 他说 一句话 很感慨 他说 我们台湾的 医生 去美国 很近的 要来法联 很逢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台湾很多 医生 比较少 都跑去美国 做医生 但是 如果说 来法联 上风 偏 不方便 美国 不逢 要去美国 不要来法联 所以美国 医生 很感慨 这也是一个 特地 我们台湾的 医生 欢声 的 心声 在 门路 医疗团 里面 有一个 台湾医生 叫做 瀉尾 他是南岛 保里人 他开始的时候 也是参加 门路 医疗团 但是 后 他自己 估计 我们也不能 靠美国 人 帮忙 台湾 人 自己也要有 力 照顾 我们的 原住民 还是 偏养地区 所以 瀉尾 从当于 保里 他是南岛 所以 保里 设一个 保里 基督教证 这就是 不简单 瀉尾 一世人 在保里 以外 他又在 二林 也设一个 基督教证 他又去 北盟 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 北盟 有很多 五角病患 北盟 也是一个 岩分地带 台南岸 沿海 很散 很偏偏 没有医生 的地方 那时候 有一个 北盟 的医生 叫做 王金河 因为 他本身 还是一个 基督党 所以 他都在 照顾 五角病患者 但是 王金河 是来区医生 瀉尾 是发抗的 五角病 的犯件 如果 到没 没 就要 节肢 就 都 瀉尾 去 帮忙 他都 对 暴力 开车 开去 拔忙 台南 你看 他要开 三四点 前的车 他这样 每个月就 去拔忙 还去 二林 还有暴力 还有南道 所有的 山区 巡回医療 所以 瀉尾 是一个 很奉献 基督党 的 医生 因为 他的 感受 太疼 竟然 发生 车 自己 开车 弄到 路边 的 区 过 星期 很 没 插 但这是 台湾 本土 的 教会 基督党 的 很奉献 的 医生 也 特地 我们 尊敬 当然 又说 教会 便宜 不是 跟我们 基督教 天主教 在这 后 也来 很多 他的医疗团体 像我 过去 在 罗东圣母 医院 服务 罗东圣母 医院 一救 四救 也是 刚好 国民党 前排 对 中国 撤退 天主教 的 便宜 本来 这 信夫 受怒 就是 都在中国的云南 的山区 在做 麻风 病患 的 照顾 结果 共産党 起来 都跟他们 掛材 因为 共産党 就不准 你 传狗 所以 不要 陷入 他们 掛材 后 他们 从来到 宜蘭 罗东 设 罗东 圣母 医院 再 接着 去 拼 他们 都 宣 这个 最拼 无 医疗 主缸 的 所在 在 马公 又设 一个 慧民 医院 这个 团队 叫做 林医会 在罗东 开始 有了 做 山地 巡回 医疗 在 马公 也是 同样 在 平和 每个 村落 都去 做 巡回 医疗 这就是 天主 狗 的 便宜 也 来 台湾 做 很好 的 偏乡 医疗 含 照顾 这个 山区 地区 的 原住民 好 还是 李导 民众 的 就医 的 礼 好 我们 来 陈志 团 任何 了 和 警署 来 方 来 报告 咱來坐頂 黏著歌 嘴角微微 下過煙路會堪騎 咱來繼續走 湯車咖 拍到鞋子 你若是你的夢 也沒散 你最開心 流過時間的變化 有你跟我在那裡 感謝 坐美麗的歌聲 感謝 你一直走向我 為我錢 借到頭前的政策 讓我勇氣 試過走 感謝 坐美麗的歌聲 感謝 你一直走向我 為我太好 沒看 火開 火悠閃 一分真正 沒變化 湯車咖 拍到鞋子 你若是你的夢 也沒散 你最開心 流過時間的變化 有你跟我 execut策 有你跟我在那裡 感謝 坐美麗的歌聲 感謝 你一直走向我 感謝 坐美麗的歌聲 感謝 你一直走向我 知不知道 讓我勇氣是過驚 感謝這美麗的歌聲 感謝你一直驚笑我 為我守候 會怕 會開 會有聲 這魂真正會變光 歡迎各位各位回來 聽醫生說看這個節目 我是朱祺銀丹英雄醫師 我們共同的朋友 今天丹醫師親自報告 台灣的偏鄉 偏遠地區 包括離島 包括山地 沿海地區 這些沒有醫療主委的地方 比較沒有醫生要去服務的地方 我們台灣的偏鄉醫療到底是怎麼發展 很多感動人的故事 我剛才幾乎已經有介紹一些 教育便宜在做的工作也好 日本時代醫生在做的工作 我現在來說 現在有的在地 我們自己的奔土有些醫生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有說到高雄仰醫 要設原住民專修班 所以有培養一些原住民的醫生 這裡面有的也很優秀 我記得例子 像有一個叫陳秀岳醫師 他是1936 幾乎我十四歲 我現在是八十八 八八這樣 很厲害 他是討厭的父親鄉 我們知道那就是泰亞族 他其實 他的爸爸就很討厭 他的爸爸日本時代 帶到建國中 後來做日本檢察 因為他爸爸有受過教 所以很重是孩子的教育 因為他本時代開始有醫學後 他爸爸就覺得現代醫學很要緊 所以他就鼓勵陳秀岳 就要去討厭 他討厭到身上盧中 到後來他就靠來高雄的原住民專修班 受訓練之後呢 他說他願意回到我們來的高雄服務 不過他在高雄讀書的時候 實際上一個屏東排灣族的華裔順醫師 這也是原住民 在鄉村在服務 所以他總和他的身心 來到牡丹鄉的衛生所 開始服務 他一世人都留在屏東館的衛生所 不但是牡丹鄉 後來也去鄉村便宜 做很多講演 到後來他常常要處理巡迴醫療 所以他差不多可以說屏東館的偏鄉地區 他都怕頭頭 家庭計劃做過 嬰兒的預防針的接種 結合病的防治 寄生蟲 他們去的蝴蟲 調蟲 撈蟲 幾個都在處理 再來是冠鹽 小兒子 麻痺 差不多 所有團隊 他都處理過了 一世人和他的身心 那兩個人 真的就是說 當初他們撈這個原住民專修班 他們之後都沒有嚮往 到期的這個 比較好的生活 或是這個待遇 兩個人都在這個 屏東館 所有的這個 我們住民的部落 在這個橫村半島 貢獻他們的一世人 這就是一個原住民的儀生 的一個 我們可以讓我們學生的典範 我們再來介紹一個 比如說 我們都說李道 有一個 也是我們高雄議員的畢業生 叫做何武宗 因為他本身就是偏偶的人 所以 他也是 這個議員之後 他就回去這個 偏偶的故鄉 來服務 偏偶的故鄉服務 因為偏偶 他在白沙鄉 的衛星所 之後呢 他發見說偏偶 不是只有馬公 這塊島而已 他去七米 之後呢 又旁邊有很多小島 很多離島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白沙鄉的時候 他從開始 買一隻准 這隻准 可以開到什麼 紙背去 開到什麼大艙 什麼 外圓背 或一大堆 那些小島的 反正 因為如果要來到 馬公 或是七米 給他看都再坐准 很不方便 所以他總自己乾脆開准 巡迴醫療就對了 在偏偶的一些離島 每個月都固定 出去巡迴 可以說 全職服務 他的孩子說 很多看到他們爸爸 因為他都在奉獻 都在照顧他們朋友的鄉親 他三十八歲 就立著醫療奉獻獎 最年輕的一個醫療奉獻獎 不過很可惜 他因為自己丟到疑障癌 這實在是很不慘的 所以他很年輕 就過世了 他的告別式 近年有千幾位朋友的鄉親去參加 所以我們就知道 朋友是多年輕 這就是一個離島的醫生 所做的給我們感動的事情 我也可以來介紹幾個 給我們特地尊敬的外國醫生 在我們的偏鄉服務 我在聖母醫院的時候 有一個范鳳榮醫師 這是中文的翻譯 其實他的英文名字是 Jong Zenets 他是斯洛瀟尼亞的人 斯洛瀟尼亞就是在 義大利的北平旁 過去南斯拉夫 現在南斯拉夫不去了 那是一個首國家 但是這個斯洛瀟尼亞的醫生 他是對我們聖母醫院 那裡義大利的信夫 做回來台灣 路東服務的 他一台路東信夫便宜 他有39年時間都留在那裡 沒回去 39年沒回去 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對一個台灣醫生做的 不管你去到哪裡 又去一個離開他的 故鄉鄉鄉鄉的國家 也不是他的食材人 他來這裡替台灣的翻譯 39年到四月子 他沒回去 四 台地羅東的山頂 他只是人沒結婚 他在羅東信夫醫院開八萬幾多的手術 觀眾朋友 八萬幾多是一個世界紀錄 你知道嗎 你只要開七多 一年兩千幾多而已 要開八萬幾多就是39年都沒休息 每天都要開七多 你想全世界有這種醫生嗎 因為為什麼 他沒結婚 一個人 躺在便宜 急進去旁邊 別人來就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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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開七多 是在開刀房 要十幾點鐘 又出來看門禁 又夠大人的翻譯 所以正義說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甚至二十四點鐘 他都沒有翻譯 他沒有回去 他沒有出去 他甚至沒有領薪 是怎樣 我那個聖母醫院的 媳婦要拿薪水給他 他說 我就沒時間可以用錢 你給我一套路營 我只有吃飯 你買幾包的飯給我 我吃飯就對媳婦在便宜吃飯 睡就睡在便宜 我沒有其他的開支 世間有這種人 所以宜蘭人都叫他黑記 黑記是什麼意思 我們本來黑記就是偉大的意思 很偉大的人 所以這個外國醫生 我們台灣人 有的可能都沒有聽過 我跟大家介紹 我們醫學就要知道 有這種外國醫生 一四人為台灣奉獻三十九年 沒有回家 又沒有一日沒有立班 我現在說起來 我如果想找到那個年輕醫生說 叫他說每次立班 那是不可能 叫他每次立班三次 我看到走到沒那麼頂 就說生活品質不好 但是這個黑記醫師 他就是這樣三十九年 每天立班奉獻在 劉東省府便宜 開八萬幾多的手術 一世的時候 劉東有五千的人 出來參加他的出眾的告別式 一個外國人 在台灣無親無故 無結婚無孩子 無家庭 但是奉獻他的一世人 照顧便宜地區的民眾 這種外國人 是不是我們要把他照顧 還有很多 總是 我最後還要介紹一個 在平和 還有一個 一大利的醫生 叫做何義士 你們如果去平和出場 有看到他的雕像 那個平和管政府有做一身 他的雕像 因為他也是在平和奉獻一世人 在馬公匯民醫院 看法官員 以外呢 他見了中途休憩 就騎一台腳踏車 去探訪他的法官 他有說台語 所以他都和我們的平和鄉親 很親近的就對了 他呢 很偉大就是怎樣呢 如果販車要開桌 他都自己捐學給平和人 他是全平和捐學最多的人 所以他的會在平和鄉親戶上 他都關三萬七千五百CC的會 三萬七千五百CC 你再想看看 沒有一個平和鄉比他關更多會 給平和鄉 結果是一個義大利的人 他做一個 他是修飾啦 天主教的修飾 所以呢 他這樣一世人奉獻 也是沒有結婚 是在我們的平和鄉 所以平和鄉親戶 他做一個騎腳踏車 在拜訪我們平和鄉民眾的雕像 佩佩他是一個榮譽憲民 因為台灣人可能有的人不要捐學 如果捐學一百二百五十CC就撩不去 他捐三萬七千五百CC 我覺得這是好像剛才那個黑記的 那個是一個世界紀錄 我們今天介紹這些平和鄉民眾的醫療工作人員 有外國人也有台灣人也有日本人 都有啦 所以就是說 這個世界有很多比台灣人更痛台灣的人 我再說一次 比台灣人更痛台灣的人 有很多 對世界每一個不一樣的地方來到台灣這個土地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實在是最大的 想事 讓我們台灣人 要讓我們疼惜 為了台灣打拚奉獻的這個報道 但是也有很多苦難在我們的投資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偏鄉醫療的這些歷史 我們可能對台灣的感情就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討厭的人也好 討厭的人也好 討厭的人也好 如果有了解這個 我相信 要做工作 我們就比較有一個願意 比較感恩奉獻 這本台灣偏鄉醫療史 和我以前介紹的那本台灣護理發展史 都是台灣第一本 會讓人感動的 很好的講醫療歷史的掠 我希望我們空中的朋友 如果有機會 可以上網秀威出版社 秀威出版社 台灣偏鄉醫療史 跟台灣護理發展史 可以把它含購 還是說來國中市 中華三樓七號八樓 我們台信文教基金會 在那裡有一個台灣醫療故事館 辦這個台灣偏鄉醫療史的電腦 大家可以來看 也可以在那裡拿著這個掠 讓我們台灣的醫療 更多疼心 更多人願意奉獻 我希望台灣的社會 會更健康更進步 今天很感謝我們空中的朋友 這個收聽 感謝我們後面拜 各國基民 各國基民 不見見頭 好把風給沙塞 疲倫金銜給沙塞 三千水流 風是光 走海浮沙 啊 啊 啊 一綠綠 漿漿 漿漿的法 風雨花 雨漿 燦爛的笑容 掛地 感風 見見打 天眼 哈佬 唱你的台山 連躲天邊 揚揚揚揚揚 順順抬頭 三角下的好百歲 流啊流不停 十分當中 無謀生的苦痛 走 太無散 日天正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